却说张秋谷在张书玉院中住了一夜 将近五刻方才出来 走出新清河弄内 穿进迎春芳 进到金小宝院中来 上了扶梯 走进房内 只见金小宝坐在当窗一张桌上 正在那里对镜书头 环凤低垂 新装未尽 地隔夜的胭脂印在脸上 运出淡淡的红色 月绝的风神爵士 妩媚天然 身上穿一件半新的胡色熟螺短袄 衬住粉红洗发不紧身 胸前的扭扣一起解散 微微的露出苏胸 内住胡色春纱兜度 下身穿一条品蓝石地纱裤子 脚下拖着一双胡色段子 绣花脱鞋 双翘瘦靴 就如玉笋一般 不银四寸 手中正在那里调和花露 一阵阵的脂粉之香中人肺腑 眉弯秋月 夹晕朝霞 真是春意透苏胸 春色横眉带 秋谷见了小宝这般风格 不由不暗暗撑阳 又见贡春树坐在小宝旁边呆呆地看着 一言不发 秋谷敲步进来 走到小宝背后 春树正在那里看得出神 全部觉得有人走近 小宝本是对窗坐着 秋谷轻轻地掩至后边 连那同小宝梳头的娘姨都一毫不绝 金小宝正在对着镜子 细云千黄 忽然看 见镜子中间添了一个珠唇粉面的美少年立在自家背后 笑容可居的像要和他说话一般 金小宝出其不意 大吃一惊 吓得他满身香汗 直立起来 叫得一声啊呀 回头一看 见是张秋谷立在身后 方才定了心神 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娇喘微微 重新坐下 向秋谷笑道 奈莫总是石梗 走进来想也悟想 人也波奈下煞快 人吓人 要和杀人格孽 春树被小宝叫了一声啊呀 直头起来 也吓了一跳 抬头见是秋谷 急忙离坐相迎 拱手称谢他 昨日替小宝解围的好意 秋谷笑道 你为什么欲先躲避 有心不到张远 你还没有看见昨日的势头 若不是我来解劝 恐怕小宝定要吃亏 从前我原曾向你说过几次 张书玉的性情十分悖赖 不是好说话的人 你住的一夜 又没有什么口角 无缘无故的忽然不去 冷淡起来 偏又被他晓得风生 你成日成夜钻在这里 差不多竟是和他断了交情 怪不得书玉吃起醋来 闹出这场笑话 幸而昨日欲助了我 小宝没有吃亏 万一我不到张远 无人解劝 小宝必定被他揪扭 吃了一场献亏 在千人百中的地方叫他受气摊台 你怎的对他得起 一席话说得春树闭口无言 面上很觉有些惭愧 小宝又在旁插口道 二少阁闲话倒的瓜孽 昨日载悟是二少刚正跑来 拿阁张书玉拉载进去 是你指头一踏糊涂格栽 说住 便拉着秋谷的手 笑道 谢谢耐替你拉开 载阁张书玉 总算你分摊台 你也抚杀补报奈 只好屁股吃人参 后补隔栽 说住 小宝先咯咯的笑了 秋谷道 你们真好良心 果然一 张床上睡不出两样人来 说到此处 小宝脸一红 把秋谷肩上打了一下 秋谷又道 昨天的事情 原是因你二人而起 我来是个旁人 不干我事 好意前来解劝 恐怕你要吃亏 那只你们二人一样心肠 把自己的事情都卸到旁人身上 一个预先不肯出来 一连忙走了回去 只叫我替你们顶纲 今天还要开我的玩笑 你们自己想想 可有良心吗 春树道 我昨日时事有事进城 并不是有心躲避 直至晚上一点钟时候 方才回到此间 不信 你问 小宝便知真假 秋谷道 你们两人这样的开心 却苦着我这旁人调停劝解 废了我无数功夫 你自己不听我的言语 惹出事来你倒像没事的一般 可不是笑话吗 春树听了 果然回心意想有些过意不去的地方 连忙向他谢罪 秋谷也一笑无言 金小宝坐在旁边听他说话 却不住的一双俊眼看着秋谷的脸儿 目不转睛的浑身上下只顾打亮 秋谷回头看见 不觉笑道 诧异的很 你为住何事 看得这样认真 小宝不答 又细细的看了一回 方 向秋谷笑道 那一面孔格物尴尬 定归是昨日乐浪张书玉搭出来夜 秋谷被他一口道住 不觉微笑点头 小家又笑道 那前日载末 叫你土地奶奶寻你格开心 顾些你也要叫那金刚老爷哉 说得一房间内的娘姨多笑起来 秋谷更狂笑道 我倒不是什么金刚老爷 拍住春树道 你们这位贡大少爷 倒是个时缺的金刚奶奶 春树笑道 你们大家取笑 却无缘无故的把我戴上 可和我什么相干呢 大家说笑一回 随意坐下 秋谷呼问小宝道 你可晓得林黛玉如今又到了上海吗 小宝道 你是老早就晓得格栽 张元李相也看见些李急转 李奈上年载嫁载秋八 一逃转去格 勿晓得李为啥医要出来 秋谷就把黛玉嫁了秋八之后 这些疙瘩事情 一段一节的对着小宝细讲 原原本本的只讲了一点余忠 恰好贡春树见秋谷到来 料想他没有吃饭 就到飓风员叫几样菜 两壶精装 一同摆了上来 上宝过来蒸了一杯酒 便请秋谷上座 供春树坐在横头 小宝因秋谷是吉熟 的客人 便也不拘俗套 随意相陪 秋谷一面饮酒 一面演说林黛玉嫁人付出的事情 把个今小宝听得津津有味 春树在旁听着 也皆叹不已 小宝道 格是林黛玉自家物好 分看的亲客人 马马呼呼格跟载别人就走 自然弄物好灾业 春树道 妓女嫁人 嫁住了秋八这样人家 也算手中选宜的了 为什么黛玉还要闹住出来 可见的堂子里头的人 果然一个个丧尽良心 怪不得秋八要这般助脑 幸而秋八毕竟是个好人 还肯开龙放鸟 若是 我做了秋八 真把他要关尽终身 那里有这样便宜 好好的放他出去 金小宝听了春树这样活风 瞪了他一个白眼 冷笑道 尼堂子里相观人 生来阿有啥良心 就是客人到尼达来末 也是客人堵自家情愿 物见的客人物来 尼去拉载进来格 耐下转当心点 尼堂子里相才是坏人 耐物要上载尼格当 说住 眉间微数 俊眼寒称 饱有几分怒意 春树道 我不过一句话儿 又不是有心说你 为什么要你这样留心 无端生气 小宝道 耐 说尼堂子里相才是丧尽良心 还说物是有心骂尼 阿要教宰尼金小宝格名字 多骂两声 春树见小宝一定说骂的是他 无从分辨 只得认他说了几声 含笑不语 秋谷向春树道 你刚才的话虽然不错 未免也太过了些 不可一概而论 据我看来 青楼妓女自然大半都是些无耻丧心之辈 然而替她们设身处地细细想来 却也怪她不得 为什么呢 你想 堂子里的官人做的本来是迎新送旧的生涯 若不说住假话哄骗客人 那里有什么生意 没有生意 岂不要倒贴开销 你叫她的良心如何好法 大凡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 无可奈何做到了这行生意 已是可怜 做客人的应当可怜她 爱惜她 不要搬她的错处 把她们当作个暂时消遣的明花好鸟一般 才是做客人的道理 所以花街柳巷 俗说叫做玩耍的地方 你想既是玩耍之地 原不过趁住一时高兴 薄纳片刻的风情 官人相待殷勤固然最好 就是官人看成不好 也没有什么稀奇 上海的地方甚大 堂子极多 除了一处 还有别人 你就随意跳槽 她 也不能禁止 更何苦去争风吃醋 处处认真 实做那温生二字 总而言之 官人看待客人 纯是一个假字 客人看待官人 也纯用一个假字去应她 且不可把她当作真心 自寻烦恼 若要在酒阵歌场之内处处认真起来 就要如秋八一般 三十岁老娘到崩海儿 若不得要闹出一场笑话 你们以为何如 金小宝听了 连连点头 春树又道 话虽如此 但秋八看成 黛玉很是不差 况且秋八玉先问过黛玉 叫她自己商量 黛玉一口咬定 定 要嫁她 秋八方肯娶她回去 娶到家中之后 黛玉不该又要出来 既然不肯嫁她 为什么要随口答应 叫她还债呢 这不是有心敲秋八的竹杠吗 你为什么还要偏护着她 说她不错 秋古道 你说得通是公子哥的吃话 全不是我的本心 我何曾偏护黛玉 说她不错 我的意思是说黛玉虽然丧尽良心 秋八也一半自己不好 凭空的去问黛玉可肯嫁她 你想堂子里的官人做的是什么生意 又做着了秋八这样的一个有名阔客 乐得顺水推传 哄得她一 各死心塌地 方好骗她大住的银钱 那里有当面回报不肯嫁她之礼 就是别个客人 也不能这样有心得罪 何况秋八是个浙江通省的富家 这一问 岂不是问得吃到极处吗 还有你这般吃了 当真的同我辩驳起来 可不比秋八更吃一倍吗 春树听了 觉得果然是炎炎透彻 沁人心脾 便道 如此说来 上海的官人是万取不得的了 秋古道 也不是这般说法 大凡天地生人 必有本来的性情 就是客人也有客人的脾气 官人也有官人的性情 躺货嫖客的性情同官人不合 官人的脾气与嫖客不投 就有十重 王楷的家财 西子 太真的疯掉 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弄不到一块来 若勉强把他病到一堆 彼此的性情不合 一定要闹出笑话 没有好好的收场 岂不是一个为好成仇 一个求荣反辱 何苦要闹到这不田地 弄得两败俱伤呢 即如秋八与黛玉的交情缘 是十分要好 不过是大家一时鲁莽 没有仔细思量 草草的一个嫁了过来 一个取了回去 到后来毕竟闹了一场笑柄 到反大家结了冤 愁 所以依我看来 花流场中只可暂时取乐 就如行云流水一般 万万不可认真 免得后来烦恼 譬如一束明花 种在那水边离落 林流照影 姿媚横生 你就天天地在酒看花 暂时领略 也未尝不妙 何苦一定要伤根冻叶 把他移到家中 虽然紧张刁懒 殷勤爱护 却是离开了他自己的脱根之地 为免水土不移 雨露不润 眼看着那一株可爱的 明花不由的夜尾花落 渐渐地憔悴起来 这还算是好的 更有硬硬地折了一枝 把他攻在花瓶之内 天天像 对 爱惜非常 却过得不多几天 依然哭死 假使花能解雨 你问他可是愿意的吗 大抵上海的官人 只好把他当作名花椒鸟一般 伯各片时的欢乐 若定要将他取到家中 就免不得要杀风景了 从古以来 主贺坟秦 柔香令王 煞事伤心 这就是这般妓女嫁人的小影 说到此间 回过头来向金小宝打着苏白道 先生 尼格闲话阿对 金小宝正在听得出神 就如醍醐灌顶 草木当春 正在赞叹之际 呼听秋谷问他 连忙点头笑道 二少隔闲 话 一句误错 真真是隔过来人哉 说出来隔闲话 塞过乐尼新浪挖出来隔 不过你要说起来 讲悟出隔当中隔道里 春树又问秋谷道 上海官人的现行 你已经同我说过几番 大约也不过如此 但是上海嫖客的情形 你没有和我讲过 究竟官人做起客人来 情愿做那一种呢 秋谷道 现在上海的客人 大约要分两种 一种是官场 一种是商界 论起来 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 既肯花钱 又不闹什么嫖禁 官人们看着银钱面上 也不得不敷衍他些 但是也有一样难处 那些商人平日之间寸珠积累 刻薄成家 看得那银钱十分郑重 你若要起他的钱来 比要他的命更加克毒 万一浪费了他一文半钞 更是一生的窃骨之仇 毒毒到了堂子里头 挥霍起来一日千金 绝无吝啬 面子上庄得甚是大方 谁知他花了银钱 暗中在那里心痛异常 恨不得想法而仍旧拿回家去 真是雅子梦见妈 说不出的苦 所以那些呆商虽然在官人身上略略花钱 却是见了官人 自以为是花钱的客人 大母 大样呼邀喝溜的不算外 还要拉拉扯扯动手动脚的 做出无数的丑态来 差不多要捞回他的本钱方才算数 官人们虽是心上恨他 无奈自家做着生意 也只好勉强应酬 这是商界中人的现行了 再说官场客人来 更加可笑 无论什么归奴造立出身 只要有了几千银子 尊力报捐 只省分发 到省之后 连他自己也忘了自家的本来面目 居然是一位候补老爷 有时被他撞住目中 凑住运气 尾了一个差使 就立刻花天酒地 四马高车的阔起来 你想他们的 出身本是卑微 又不是什么世家公子 更坚后补的时候 只晓得磕头请安 大人卑职这一套遗住 余外的事情 都是昏天黑地 一世不知 这样的一般人物 那里晓得什么嫖戒的情形 到了堂子里头 自然而然闹出许多笑话 他除了不肯花钱 还要对着官人乱吹牛逼 混摆官派 这样的官场客人 你倒可笑不可笑 总而言之 官场中人到了嫖戒 真是那天自第一号的温生 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的饭桶 到了堂子里头 也是懵懵懂懂的 那该因挑演二的地方 他却一毫不懂 偏是那不该挑演之处 却会忽然撞着他的高兴 凭空的发起飙来 就是花了几个钱二 也花得不伦不类的 拳不住歇枪板 那场面上的花钱 就如吃酒碰河等类 偏偏不肯花销 反说官人敲他的竹杠 急至官人私下放起插来 他却情情怨怨 一千八百 三百五百的双手奉送 去塞那无底的狗洞 全不见一些响声 若有朋友问起他来 他还赖得干干净净 不肯招成 好似那属原窥送上司一般 官人若坐着了这种客人 还有些二贪取 就 只有一件 官商两途的嫖客 大约兽头马字居多 移到了堂子里头 就把那官人定住 跟前跟后 一步步离 一双色眼贼特兮兮 毛手毛脚的就如恶鬼一般 在旁人看起来 不晓得里头的缘故 不说那客人屈气 是个兽头 反说官人烂屋 做了恩客 所以官人坐着他们这样的客人 有了这样的贪图 便有那样的惹咽 如今上海的堂子生意 也渐渐的不好做了 又到 他们这般做官的东西 真是饭桶 一个嫖子都学不会 你想他还有什么用头 不是我说句笑话 这些堂子里官人 若叫他去替他们做起官来 怕不到是个通绳有名的能力 官场如此 时事可知 那般穿靴戴帽的长官 倒不如各肤粉调之的铭记 你到如今的官场还有什么交代 说住长叹一声 春树听了多时 等他说定了 便哈哈的笑道 算了 算了 不用再往下说了 你那里是讲论什么嫖戒 竟是在这里骂人 不过是借着嫖戒的明目 发你的牢骚罢了 秋谷不觉也笑起来 道 我是借他人之酒杯 教自己之快乐 狂奴固态 何足为奇 难道他们这般无意识的畜生还不该骂吗 就高吟道 少年努力纵谈笑 万事终伤不自保 言下不觉怅然 春春听了 不由的也提起心事来 大家相对无言 觉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 秋谷做了一会 忽想起林黛玉约他前去 便立起身来 告辞出去 便一直到会府里来 走进弄中 竖清了门牌 见双飞紧眼 寄寄无人 秋谷轻轻地扣了两声 里边问 是啥人 秋谷道声 是我 只听得鸭的一声 一个小大姐走 来把门开了 秋谷问他 大小姐可在家中 小大姐回他上位出去 秋谷便走进来 见这几间房子收拾得甚是精致 呼听得楼窗哑地开了一扇 带玉探出身来 正是 十年一觉 扬州度目之狂 在酒看花 太白西川之痛 玉之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中文字幕后